我们来看这道题 考察的是CPU控制流程的设计 可以结合基本的CPU的结构 来理解一下这几句话 首先要了解指令自长 就是指一条指令所占的二进制位数 机器自长指的是 CPU一次性能够处理的二进制数据的位数 我们知道CPU要处理的数据 是要先放到运算器的计算器当中 而这个计算器一次性能够处理多少位二进制数 那么它传给ALU的就是多少位 也就是CPU一次性能够处理多少位 这个位数我们给了它一个概念 叫做机器自长 所以一般在设计的时候 机器自长的长度就等于 运算器当中计算器的位数 而指令的内容是放在指令计算器当中的 所以指令自长的位数 跟指令计算器的 一次性可存的位数是一样的 但是指令本身的长度 跟数据的长度没有必然的联系 所以第一个说法没有任何依据 对比一下第二个说法 根据冯冬一曼的设计思想 一条指令包括操作码字段和地址码字段 是存放在主存当中的 而主存当中会把不同的存储单元划分成块 一般来说每一小块是一个字节 八个比特 而存储自长一般是取一个字节的整数倍 在跟CPU进行数据交流的时候 是按照这样一整个存储自长为单位去交流的 所以如果刚好一条指令的长度 等于这样一个存储自长 那么一次性就可以把这条指令取过去 所以第二个说法是对的 因为一次性能够取过去 所以只需要耗费一个机器周期 这样的话选项当中没有1 但是永远排除C个D 最后先看一下第四 刚刚第二说到 如果指令自长跟存储自长一样的话 那么取指只需要一个机器周期 如果指令比较长的话 取指可能需要多个机器周期 这样耗时会比较长 但是其实并不影响硬件的设计 反而如果非要把指令和存储自长设计成一样 也就是说强行设计成两行 假设我们的指令现在长度是两行 那么为了并行的把这些数据读过去 我们就要增加一倍的硬件上的一些线金属线的通路 而现在的存储器集成度都是非常高的 多增加了那么多的线对于硬件设计 其实是一种挑战 并且线增加了之后 线与线之间会有一定的干扰 反而不能正常的传输数据 所以如果指令自长比较长 强行把存储自长设计 可能跟指令自长一样的话 反而对硬件设计来说是不方便的 所以排除4 我们的答案就出来了 最后看一下3 3和1其实是对应的 刚刚分析过 指令自长跟机器自长 没有必然的联系 因为指令的自长 是由指令的内容决定的 而机器自长是由CPU要处理的数据 决定的 指令当中只需要指出寻找数据的方法 以及数据所在的位置 而并不需要存储整个数据 所以这两者的长度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那么这道题讲解结束